台湾这个科技界的巨人 不仅在半导体和电子设备领域名列前茅 更在无人机技术上展现出非凡的实力 成为科技界的多面手 近年来 台湾的无人机技术 如同被注入了强心器 迅速崛起 已成为全球无人机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根据无人机领域商业智能研究平台 Drone Industry Insights发布的最新报告 台湾的无人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不见展露头角 这份报告综合评估了适用性 人才资源 行政架构 通域整合等六大关键因素 结果显示 英国和澳大利亚并列第一 而台湾则展现了强大的竞争力 首先 台湾在无人机研发方面 拥有众多优秀的科研机构和企业 例如台湾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一流学府 以及大疆创新 台湾经研等高科技公司 这些机构不仅具备卓越的研发团队 还对无人机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资源 这样的校企合作 为台湾无人机技术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提供了强大动力 其次 台湾的无人机技术 在多个领域均表现优异 从消费级无人机到军事用途的高端系统 应有尽有 消费者可以轻松购买高品质的无人机 用于航拍和教育 而台湾的军事无人机 在安全保障方面则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无人机不仅具备高飞行高度和长航程 还配备了高精度传感器和武器系统 是侦查 打击和情报收集的得力助手 此外 台湾在自主飞行和智能控制研究方面 也不断探索 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 台湾的无人机能够自主规划航线 识别目标 甚至实现自动避障 这不仅提高了无人机的安全性 也大大拓展了他们的应用范围 总的来看 台湾的无人机技术 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展露头角 在商业市场 农业 环保和灾害管理等多个领域 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创新 台湾的无人机技术有望进一步发展壮大 为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创造更多机会和潜力 最近 俄罗斯媒体发布的一张照片引发了不少关注 照片中显示 在乌克兰库尔恰托夫市 被击落的一架乌克兰无人机残骸中 竟然藏着一枚台湾制造的微型涡轮 喷漆引擎 这一发现 不禁让人思考 台湾在这场科技竞争中走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根据引擎的型号信息 这款引擎通常用于遥控吞气飞机和直升机模型 价格也不菲 达到数万台币 该引擎来自东高新机械有限公司的G系列涡轮机 型号为Turbines K210 专为遥控飞机和自制无人机设计 售价约为8万台币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款独特的涡轮引擎 根据官方数据 Turbines K210的尺寸参数非常吸引人 直径约112 6毫米 长度达到286毫米 体重大约1 6公斤 它的最高转速可达到每分钟33000到12万转 最大推力则高达21公斤 此外 这款引擎对燃料的适应性也相当广泛 从柴油 航空燃油 Jet A1到煤油都能轻松应对 顺便提一下 东高新公司在无人机领域的产品展示 如同一场时尚秀 多款不同规格的涡轮发动机相继登场 包括K70G K85G K100G和K120G等超过20个型号 这家公司在产品多样化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无人机在现代战场上越来越普及 但在当前核污冲突中 大多数无人机仍偏好使用活塞或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喷气发动机相对来说仍属于小众选择 根据推力估算 乌克兰使用的这款微型涡轮 喷气引擎的无人机重量约为10千克 而相比之下 美国的自杀无人机弹簧刀仅重2 5千克 但及学航速度只有每小时100公里 这表明乌克兰的喷气无人机不仅速度更快 航程更远 威力也更大 在模型飞机领域 这款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表现相当出色 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也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并且性价比高 这些产品在实战中已得到了验证 虽然无人机是近年来展露头角的新型武器 但自去年2月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入期以来 交战双方都广泛应用无人机 进行侦查或攻击 乌克兰国防部长阿里克谢列斯尼科夫 甚至将无人机视为现代战争的未来 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紧跟军方需求 积极投入军用无人机的研发 并与产业界紧密合作 建立了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 目前 中山科学研究院已经量产并交付了多款军用无人机 包括红缺二型 退员一型 陆军战术进程无人机 和反辐射攻击无人机 此外 中山科学研究院还在研发 腾云大型无人机 瑞月二型和红雀三型等项目 这些努力旨在提升台湾的军事防卫能力 并借鉴乌克兰的经验教训 以应对潜在的外部威胁 最近 美国军事媒体报道称 台湾正在通过扩展两项计划 积极发展无人机风群技术 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 这两项计划分别是针对攻击的无人机队和专注于防御及反制的无人机防御队 台湾预计最早将在今年底开始部署软杀伤反制措施 这可能涉及信号干扰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SS干扰以及无线电干扰等技术 根据防务新闻的最新报告 在过去的一年中 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多次出现其他国家的无人机 预计在未来两年 这类无人机的飞行任务将更加频繁 甚至可能会有载人飞机加入 台湾官员坦言 无人机能力还有待提升 为缩小这一差距 台北方面正在推进两个无人机计划 一个是攻击型 另一个是防御型 台湾制造的无人机队 专注于各种军用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 目前已有9家民间企业参与该计划 无人机防御队 则由台湾创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rump Future主导 专注于反制无人机系统 并在该领域占据独家承包商地位 在今年2月 阿拉伯联合大工作举行的IDF57展上 创未来科技透露 因市场需求日益增加 他们计划在2023年 生产出100套反无人机雷达系统 同时该公司高层表示 另外三家私营企业 已获得资格 成为Trump Future的分包商 负责提供反无人机设备及系统集成 这些制造商还将向无人机防御队 提供雷达 干扰器和传感器 以供其自行存桩 据路透社报道 台湾希望在2024年6月之前 集结约3200架不同型号的军用无人机 王玉局表示 台湾正在为未来两年内 拥有全球范围内最全面的 无人机防御能力做准备 覆盖所有主要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这是一场技术竞赛 要求不断提升技术水平 台湾计划于今年 开始部署针对无人机封群的软杀反制措施 而自主群集的硬杀反制措施 目前仍在研发中 腾云无人机的问世标志着台湾的一项重大进展 未来台湾还计划利用在材料产业 特别是石墨烯等新材料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开发隐形无人机技术 从而显著提升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和任务执行的灵活性 腾原二型无人机被归类为大型无人机 具备长时间维持空中优势的能力 能够执行深入敌后的侦察和反制任务 其外观尺寸和动力系统 与美军的MPU 九死神 无人机相似 得益于台湾在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技术上的进步 这款无人机可以搭载先进的侦察和精确打击武器系统 如万箭弹和反箭导弹 除了执行侦察任务外 还能提供反击活力 从而增强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 腾原无人机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 主要服务于台湾陆军 随后交付给台湾海军的海上战术侦察大队 这款飞行器负责执行日夜侦察和战场监控任务 灾害发生时 还能提供空中通信中纪和核灾害评估支持 完整的锐原无人机系统 包括起降操控站 地面导航控制站 便携式图像接收器 情报传输系统 飞行模拟器 战术运输车 以及四架无人飞行器 锐原无人机的地面控制站 被巧妙地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起降操控站和任务导航控制站 起降操控站就像无人机的四人飞行教练 负责指导无人机安全起飞和平稳降落 任务导航控制站则向无人机的旅行规划师 负责规划其在空中的每一步行动 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任务导航控制站 由导航、情报传输和载荷控制台组成 负责规划航向、高度和姿态控制、信息的收发 以及管理机载摄像机和其他设备 任务导航控制站的通信和信息处理装备 根据任务需求而有所不同 短程任务的控制站 配备了一整套通信和信息处理设备 使用全双共模式的微波通信天线 覆盖从UHF到X波段的广泛频段 而长程任务的控制站则常驻于高山的雷达站 由于空间有限且可共享雷达站的设备 通常不需要单独的通信天线 为了在电子站中保持通信的稳定 瑞源无人机及其任务导航控制站 装备了双重数据链通信系统 并采用跳频扩频技术 若遇到敌方的电子干扰 瑞源无人机会自动按照预设路线 飞离干扰区或返回基地 以确保任务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为便于存储和运输 中山科学研究院设计了一款 采用镀星钢材制成的机柜 该机柜内部设有滑轨 允许操作人员将无人机拆解为机翼 机体和轨翼三部分 分别放置在滑轨的卡槽中 一旦所有部件收纳完成 滑轨便可推入机柜 柜门关闭 这种设计不仅方便无人机的运输 还因其防水和隔热特性 使得这些机柜 能够直接替代传统的机库 降低成本并扩大应用范围 在现代防卫作战中 无人机能够在大气层内 充当类似卫星的角色 帮助台湾执行C5IS-2任务 即集成的通信 情报 指挥 控制 通信与计算系统 这用于战场管理 目标获取和定位 执行反制反舰导弹 或提供火力支援等多种任务 中山科学研究院 整合了天舰异型空对空导弹 并不利研发无人机对空战技术 这标志着中山科学研究院 及台湾在实时数据链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使其能够远程接收地面战信息 并具备空中数据传输的实施能力 预计在未来五年 无人机市场将达到261亿美元的规模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 无人机的核心技术 即电子光电和射频科技的综合应用 正是台湾的强项 通过中山科学研究院与台湾的合作 有望进一步推动无人机产业的发展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期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